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豪 我們今天收到南區羽球四月的委託 他希望我們幫他們拍一個 比賽的宣傳的影片 那這個是什麼比賽呢? 馬上跳出海報321 有沒有看到了沒? 那這個比賽就叫做 2018高南盃全國羽球分級錦標賽 Slogan叫做向上挑戰 那為什麼要向上挑戰呢? 我們等一下就慢慢講給大家聽 那你可以看到他是一個羽球分級的錦標賽 所以他是有分級的 那分級是什麼呢?我們等一下就來介紹一下 那他的比賽時間呢 是2018年的7月21跟7月22 也就是比賽比6日 今年夏天我們都有一個新的分級賽可以打 那他的比賽地點在雅伯會館 在高雄的雅伯會館 這個雅伯會館我們之前有拍影片介紹 那場地非常不錯 你們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我的影片 那比賽項目有男單女單男雙女雙混雙 基本上所有的項目都有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有沒有我的組別我要打男單沒有男單可以打 不用擔心 什麼組都有什麼項目都有 你想要跟你的女朋友打混雙也可以 想要打男單一個人也可以 你想要跟你好朋友麻吉 挑戰一下向上挑戰男雙混雙都OK 那他的報名截止日期是要5月20 那如果你對這個比賽有興趣 然後你想要看他的簡章 你想要看他的規則像是打25分嗎 你想要看一些規則簡章 我都會把簡章的連結放在下方 那你們有興趣的人想報名的人都可以下去看一下 那個怎麼報名啊然後一些規則 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如果你有留意到的話 這是一場分級的錦標賽 那如果你沒有打過比賽 或是你沒有打過什麼叫分級錦標賽 分級錦標賽很簡單就是說 他是有分依據程度來分的 一般比賽都是根據年齡 根據你可能是大專組 國小組 那他這個是分程度的 所以他沒有所謂年齡的問題 他是程度來打 所以你打這個比賽 你有可能對到小朋友 你有可能對到一些社會人士 你有可能對到你的同輩的一些同學們 所以各種你都有可能打到 但是依程度來分 像我以前打些大專組的比賽 他就只分公開組跟一般組 但是一般組他沒有分程度 所以一般組其實很雜 他可以有很強的 但他不是體保生 他也可以有那種像大學 像我大學開始打的 所以那個程度就會稱之不齊 但是這種分級賽呢 就是避免掉這種狀況 就是說他按照程度來分 那我簡單跟大家講一下他的分級 假如說像一級好了 我就不過目了 就是你們資格認定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 大家不要抱著僥心的心態 像第一集簡單來說你看他寫 羽球剛入門的初學者 或是位在羽球賽事得名的 就可能你剛開始打球啊 或是國小三年級以下 然後你看他第三點又寫 他開放給初學球 一集是比較業餘 然後六集是比較高手 那你看他說一集他說 如果你有基礎實力的球友 請挑戰其他的級別 然後如果你有進階的動作 我不知道進階的動作是什麼 但是他是由大會裁決認定 你取消參賽資格不得已 所以你如果真的有點程度 你可能有學過球啊 拜託一集就是讓給真正的新手 不太會打球的新手 讓他們去嘗試這種比賽 那就是大家不要去虐菜 不要抱著僥倖的心態 所以他這個分級為什麼叫做 向上挑戰 就是希望大家都要向上挑戰 很多不要再不要低爆啊 或什麼向下挑戰對不對 就是向上挑戰 我們要勇往直前突破自我 向上挑戰 這個slogan應該是 我想是這樣子來的啦 那他現在如果你報名的話 有一個早鳥報名活動 也就是說 你如果在4月15號以前報名完 主辦單位會抽出 六位幸運的參賽者 可以送他們一件專屬的定制球衣 那他們章程也有寫 如果你報名比賽對不對 你報名兩項的人 你可以有一件他們的這個紀念衣 那這個紀念衣 我因為廠商他們說他們樣品還沒來 所以沒辦法給大家看一下真實的情況 但是有一個照片給大家參考一下 簡單來說他就是一個紫色 他正面呢 有一個向上挑戰的一個小logo 背面有一個高男杯 全國宇球分級賽 一個紫色搭配 我覺得蠻炫的 因為很少比賽送的那個紀念服是紫色的 所以我覺得蠻酷的 那他們還有一個就是如果你報三組 你的衣服可以做客製化 就是說在後面你可以印字 你可以像職業選手一樣印你的名字啊 你的什麼綽號什麼都可以 就是客製化的衣服 但是你要報名三項 如果你報兩項的話 你可以加500塊的方式 讓你的衣服升級成客製化的衣服 那這個就看你們個人的 有一個客製化的衣服 所以其實你報兩項的話 也是可以有辦法做成客製化的衣服 去看你們 那如果你做成客製化的衣服的話 每一件客製化的衣服 會捐贈50元到這個台灣愛購人協會 就是幫助流浪狗的一個協會 所以說你報名這個比賽 你還可以順便做公益 那一般很少比賽是 你報名了還會去捐錢去做公益 所以我覺得這個想法是蠻不錯的 好啦 那這個南區體育事業 他們來找我拍影片 當然我會幫大家A到福利啦 老樣子又要抽球拍 這次高南杯全國羽球錦標賽的大會 他們願意提供球拍要來送給各位 但是因為獎品是由他們來發給大家 所以我不知道那個獎品怎麼樣 但他們跟我說大約是定價3200的球拍 所以一樣老樣子 你只要這個影片幫我按讚 幫我在臉書上分享是公開 我們就會抽出幸運的球友 然後由大會來提供他們的球拍送給你們 那我們這個高南杯全國羽球分級錦標賽的影片 介紹差不多到這邊 那你可能問我說 小厚尼會不會報名啊 小厚尼會不會參加 那我可能要看一下我工作排不排的開 我時間能不能報名 我不確定 但是如果我會報名的話 我可能會從三級開始 所以如果有報名的話 那我們可能有緣在亞伯相見好不好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還想要了解更多的 關於這個比賽的訊息 也歡迎你們到他的粉絲團 叫做高南杯全國羽球分級錦標賽 粉絲團可以看他們的最新消息 那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 拜託你們去問 主辦大會不要問我 要問他們 他們比較清楚 記得分享哈 分享有球拍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